亚运会奖牌榜,韩媒表示韩国队赶超日本基本媒系,中国队高居第一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,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总数已经超过了200媒,金牌总数也有望超过100媒。 多家韩国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,韩联社表示,韩国队想要赶超日本队已无可能,而中国队只是拿亚运会来练兵,就已经把亚运会变成了中国队的国内赛事全运会,目前韩国队在金牌榜上排名第三,离排名第一的中国队相距甚远,就联合排名第二的日本队相比,韩国队也有不小的差距,就以金牌总数来看, 韩国队近战到了中国队的三分之一,此前韩媒还表示要在奖牌榜上和日本队一较高下,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韩国队想要赶超日本队基本没戏了,而韩国媒体还重点提到了游泳项目,直言中国队和日本队,瓜分了这个项目的金牌,而韩国队只拿到了一枚金牌,韩国队赞游泳项目,上离中日两队的差距相当大, 同时韩国媒体还表示,中国队只是把亚运会拿来练兵,很多项目都没有派出最强阵容,显然中国队没有把成绩放在第一位,但即便是这种,中国队依然高居奖牌榜首, 更可怕的是中国队的平均年龄,只有24.4岁,可见中国队是为了东京奥运会在做准备,其实韩国队本届亚运会为什么会离日本队有这么大的差距,完全就是自己的原因, 比如在男子跳马决赛中,韩国选手金韩松的表现都还比较不错,但却因为第二票结束后未向裁判示意,所以直接被裁判扣掉了0.3分, 也正是因为被扣掉了0.3分让金韩松到手的金牌变成了银牌,此外在射箭项目上,韩国队也意外丢掉了一枚金牌,中国黑马张欣妍,在半决赛中将韩国名将击败,并且在决赛中战胜了东道主选手获得了冠军,可见韩国队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中都会丢金,就更不用说其他项目了,如此看来亚运会奖牌榜, 第二,已经没有悬念了